HELLO 大家好 我是David 昨晚我們就在這間酒店住了一晚 今早清晨起身了 出來露台這裡可以看到 日出正正是太陽升起的位置 出來也聽到很多雀鳥的聲音 延續第二天的行程 主要就是玩這個會所的設施 以及去參觀這個會所所有的場地 完完今晚我們就要check out 之後就回家了 我覺得這個酒店真的非常值得住 官網社就千多元兩天一夜 包含所有遊樂場要玩的套票是非常值得的 而且自從官藍湖地鐵站通車之後 坐車過來真的很方便 比你去日本更便宜 比你去台灣更便宜 比你去地道更便宜 我也是被邀請來這裡體驗一下 這裡的度假生活 昨天來到東莞官藍湖度假酒店 都很滿意他們的服務和環境 這樣的價錢這樣的服務真的沒得輸 真是很棒 等一下六點多鐘左右 其實下面就會準備了早餐 之後我們在內吃東西 吃完東西之後再到處拍攝 一陣吃東西的地方就是前面的一個會所 前面這一部分全部都是會所 下底伴隨著一個歌爾夫球場 最重要這趟旅程是很多親子玩樂的設施 很適合親子遊的 看昨天check in的那張紙 大家都會拿一張的 那張紙就列明了很多的設施 有很多親子設施 有波波池 挑戰床 都數不了很多很多 總之有 其實要不然都不夠玩 如果大家來的話 把握時間玩完所有遊戲 最重要都是度假期 當然是度假 即是給我女兒暑假 有個開心一點 好玩一點的假期的回憶 昨天她玩完之後都非常開心 問我什麼時候再來 房間的遊樂場玩到捨不得走 然後不斷說冰雪世界很棒 然後問我什麼時候再來 沒那麼快來 先隔一半吧 原來小朋友來到這裡都很開心 很多設合小朋友適合小朋友玩的玩意 現在我們要梳洗整頓一下 準備出發吃早餐 之後有什麼玩呢 一會兒再拍了 青春好玩嗎 好玩 我們睡醒之後 現在我們正在去吃早餐 沿路也有指引 帶我們去吃早餐 用餐區 這個地方就是昨天帶過大家來的 會所區域 這裡就是酒店住客自助餐 六點半剛剛好 現在就差不多了 她的鎖帶堂很豪華 做了四棵柱在中間 先處理在這裡 進來看到左右兩旁都是水池 這裡就是吃早餐的範圍 我們現在先找個位置 坐窗邊可能會舒服一點 這個位置 挺大的桌子 中間這裡 有一點神光透射進來 就好像舒服一點 精神一點 在這裡和大家拍攝 這間餐廳的早餐有什麼東西吃 這裡就是早餐的麵包區 麵包的食物 菠蘿包 牛角包 牛角包 都是一些髮色的包 都有 烘焙的 這個給我們加熱的 發包 這裡有些醬 這裡是水吧 沖飲的 有咖啡奶茶都有 這部機 有茶 咖啡 鮮奶 熱鮮奶 西柚汁 蘋果汁 葡萄汁 檸檬汁 鮮奶 上面應該有些酒 可以拿 煮食的就是這裡 炒河粉 我喜歡吃炒河粉 夾些河粉去 蜂巢糕 炸春卷 炸類的小朋友喜歡吃 雞塊 很豐富 現在也很肚餓 馬上夾東西吃 給小朋友吃 自己夾些東西吃 吃飽些 這樣還有很多活動 下一站應該就去炸 水果有果園 很大的廳 小朋友喜歡吃炸物 小蛋糕仔 有這個木裸雞 還有炸春卷 還有一隻蛋 記得吃一隻蛋 我這裡拿了腸粉 雙蛋 還有一些肉 開始盡快吃飽些 今天很多行程 嘩 窩窩 靈靈 吃飽些才有力 吃飽了 現在我們周圍參觀一下酒店的設施 因為有很多設施 有很多兒童親子的設施 也想拍給大家看看 這麼早已經看到有些人在下面打Golf 穿梭在酒店的範圍 先參觀一下 右邊有遊泳池和活動中心 這間是民重屋 但現在還未開 在睡覺 不要敲他 很清新 這個位置 含氧量非常高 就算不是打Golf 來這裡散步也很棒 用足球形式結合這個桌球來玩 穿雙拖鞋 跟小朋友在裡面踢 我可以打Go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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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讓媽媽和你一起踢 接著 嘩 進入了 太棒了 真的有豬豬仔 對呀,這隻豬豬 你喜歡嗎? 他問你為什麼沒有帶食物來餵牠 他說你沒有帶食物來餵牠 你不要把手放出去 牠是咬人的 你以為你把手放出去吃 有四隻小豬 裡面還有兩隻小豬 出來了 這隻豬很肥 出來了 他們四隻蟻說有東西吃 在爬出來 現在遊樂場就開了 終於進去玩了 把鞋子放在這裡 有住客證也不需要收費 這裡有一些遊樂場 拍給大家看看 進去玩吧 晴晴過來玩波波池 最重要是這裡 這裡才最好玩 波波池 爬上上面 上去下來 對呀,跳下去吧 哇,可不可以玩 上去上去,上去,上去 上去上去,上去上去 1,2,3 好開心 這裡也是一個小跳彈床 正正在這裡跳 哇 哈哈 這裡有一個飛機毯 旁邊有夾公仔機 是不是夾彈機 旁邊有一個超大的波波池 純波波池 很大 跳下去玩 跳下去,哇 哇 讓爸爸把晴晴晴放進去 哇 讓我把晴晴晴放進去 晴晴 晴晴呢 晴晴在哪裡 哇 哇 哇 跳得很高 所以 外面腹外的話 比較多 我們現在拿了幾支 哥爾夫球棍 現在在去 迷里哥爾夫球場 這個迷里哥爾夫球場 也不在乎 有很多區域 拉槓 揮槓 打下去 可以嗎? 晴晴晴,過來 掃他,掃他 打到了 試試打下去 哇 差一點點 哇 差一點點 哎 進去了 進去了 太好了 搞定 差一點點 好,打過來 哇 差一點點進去 這是兒童畫廊 有些兒童的畫室 兒童的手工藝 可以在這裡玩的 我們現在在酒店拿車 開車過去 火源那裡 很近而已 幾步路而已 因為我們這次是自駕遊過來的 所以呢 有車出油是方便一點的 還有呢 酒店這裡 是有免費泊車的 所以 其實開車 來這裡 即是自駕遊 港車不上都有 來這裡也 很方便 來酒店有免費泊車 有車也很方便 而且租車也很便宜 很方便 如果大家有看過 整條 整條自駕遊的片 應該都懂得自駕遊 我們離開這個 這裡就是我們下一站的果園 我們拍好車 我們就準備下車 去探索這個果園 好大間 這裡身後呢 很大片農地 這裡就有很多時鈴果去採索的 有香瓜窄 有西瓜窄 我們進去看看吧 什麼都可以採索的 什麼都可以採索的 什麼桑紙都可以採索的 這把刀才有 就是專門 甜的 甜的 士多啤梨 或者是一些水果 用這把刀的 拿著水果欖 我們準備去採東西好不好 好啊 想不想採水果 採完就立即吃 好啊 要洗才吃 要洗才吃 洗過才吃 出發 前卿 出發 走這裡 不夠高窄 上面有些葫蘆 周圍都是葫蘆 這個面積很大 整個果園都裝飾過 放了一些風車 旁邊這裡 很大某田 看看 這裡很大 其實四方八面都是前野 我們現在前往一個 可以採索到水果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在哪裡 一邊走 一邊直走 這裡轉進去 這裡轉進去 黑葡萄 它每一個種的水果 它也有名字寫在上面 下黑葡萄 我們嘗試去摘這個 當做的果實 有個網 謝謝 哇 超美 好像去了森林 但你看到一串串的 你看 多大抽 超大抽 這是下黑葡萄 準備好了 我們去摘生果 你看到這裡的生果 這是生果 這些叫什麼 蹄子 對呀 蹄子 你摘蹄子 你先拿一支鉗出來 那支鉗呢 深紫色的 深紫色 那些應該還未熟 我們先找一些熟的出來 程程 我們過來找一些熟的蹄子 熟了才會甜的 不熟 不熟就算了 這個位置挺有趣的 這個位置其實夏天來炸 是真的有點辛苦 秋天來炸是挺舒服的 都挺好玩的 當親子 農莊 這些就是很黑的 整個村 一閘就是整個村窄的 嘩 嘩 很多東西飛出來了 這裡真的沒有耐農藥 擠進去 有很多蚊子飛出來 那些不知道是什麼昆蟲 這裡搖一搖 嘩 蚊子都出來了 好了 決定了這個 先拿著剪刀 這個 鉗那個筋 對呀 整個抽 大力一點 大力一點 照鉗拔走那顆 我們決定選這抽 整個抽都 紫紫地 來呀 接著沒有 1 2 3 嘩 整個抽就搞定 很大顆 可不開心 前景選 可不開心 是否想炸士多啤梨 士多啤梨 要嘗試剪刀 小心點 好 這裡 這裡 大力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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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邊 上邊 1 2 3 大力一點 哎呀 差一點 差一點 我幫助晴晴 1 2 3 剪 剪 剪 哎呀 成功了 成功了 好厲害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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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放進去 好嗎 先放一個籃子 好漂亮呀 這抽很大抽 好大抽 這個太淺色了 這個 這個呢 這個也未熟 前景去摘火龍果 好嗎 好 好 他有一些 不是時令那些 就未摘得住 譬如他說 士多啤梨 可能就要冬天 啊 什麼 遲些才摘得 你看 摘得那些 就寫著巨峰提子 就可以進去裡面 這隻提子的品種 叫做陽光玫瑰 這隻 整個抽都是 整個串都是陽光玫瑰 土地呢 它們就 很有趣 一座小山丘 這裏上面呢 還有一些 火龍果的圓 火龍果圓 可能小朋友 或者我們也好 在街市 或者 生果檔 買就買得多 那它的圓形是怎樣的呢 真的要第一次來見識一下 才知道 原來火龍果 那些樹是這樣的 我也是第一次見 而且有點像 可以給小朋友學一下 原來的生果是這樣的 這樣種出來的 晴晴,原來的生果是這樣的 原來的 火龍果原來是這樣的生出來的 你看 多大顆 寶寶 寶寶寶寶寶 好硬的 你想要哪顆 你選一顆 抓住這個位置 拔它出來 我拔住這裡 我們一起拔這個 預備 1 2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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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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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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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10 5 5 哇! 全开了! 很热啊! 哇! 成天猪! 真的很热啊! 很热啊! 你拿着回去吧! 这个可以给你吃的 两粒 好不高兴? 今天摘了很多水果 好不高兴?回家吃吧! 好! 多摘几个没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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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心刺到啊! 爸爸帮你摘吧! 我们摘几个吧! 他是不是要剪的呢? 这个劲位 正刀 慢慢找到 扯了 原来都要剪的 他说这些 不过他其实很难找的 你看他的劲位很有势 而且他有一些刺 很容易刺到这些刺位 找个劲出来 这样剪的 哎呀!很痛!很痛! 你看!刺了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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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告诉你一张生命 我的윽 4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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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多 木瓜 聽說如果在樹上熟的木瓜 就好吃很多 就好吃過摘下來熬熟的 所以我們找幾塊 你看看這些木瓜熟到有點爛 我都不懂得選擇 黃的好像坡坡都爛了 你看,蟲都在裡面熟到爛 這個可以嗎? 多兩天就熟了 太熟了就爛了 太熟就爛了 這兩個都可以 好,樹汁都流出來 嘩,徒手也熟到 謝謝你 它熟的有一點黃偏綠 因為它說太熟就會爛 所以它看到有一點黃的跡象 即是就熟 就熟了幾塊給我們 嘩,今天都熟了很多東西 很豐富 太重了,太聚首了 嘩,很漂亮 謝謝 很漂亮的木瓜 謝謝你 嘩,這三個都很漂亮 請請即場吃 哈哈,吸血便士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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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好漂亮的,吃到嘴 哈哈,吃到嘴很漂亮 嘩,吃到嘴很漂亮 這樣才可以 嘩,嘩嘩 嘩嘩嘩 嘩嘩吃這個紅肉火龍果 嘩,嘩嘩 嘩,嘩嘩 真的很甜 不同的,同這邊的 但很甜 很甜 嘩,嘩嘩 嘩,嘩嘩 嘩 好甜 嘩,原來它爬在地上 嘩,嘩 嘩,這個 叫香瓜 我都沒吃過 什麼叫香瓜 西瓜就是這樣的 西瓜仔 這是西瓜仔 嘩,這裡還有一個大西瓜 大西瓜 原來西瓜 你不來過 都不知道原來西瓜 是在地上爬的 我一直在想 是不是在樹上 它原來是爬藤的 爬,整個都是西瓜 真是看不見 很糊塞 看不見 多特別 摘一個來看看 嘩,這個很敘手 摘一個 摘一個 哈哈 摘西瓜 香瓜 我真的沒吃過 他就說變霸雜 不過爛了 HELLO,HELLO 沒有反應 沒有一隻菜 這裡就是我們今天的戰利品 摘了多少生果 木瓜 提子 火龍果 西瓜 這個通道上面 也有很多葫蘆 因為摘生果 大家也知道 農夫是要根據時節 而去種不同的梳果 所以今期 當做就是這些炸的 摘完就是這樣 不同日子來 都可以摘到不同的生果 都是一個挺好的體驗 我們打爆這些生果 摘完生果 好,我們現在回酒店休息一下 真的很容易 賺了很多東西 你喜歡吃火龍果嗎? 對,很喜歡吃火龍果 我們回去酒店 去酒店玩其他遊戲好嗎? 還有很多東西玩 放這三個車尾箱 快點快點 可以嗎? 快點快點 爸爸的車 看著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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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車 挺好 有冷氣 一隻走 一隻走 在那邊 高一點 天氣太熱了 我們還是回來酒店 冷氣玩的酒店設施 就完了今天了 放了車在哪裏 記得記住 怕找不到太大的停車場 這就是三樓的D區 這個位置 拍卡才可以按按鈕 對,很聰明 進去 進去 對 對 推開一盆 推 對 很聰明 很聰明 插房卡 插房卡 插進去 不夠刀 不夠刀 挖進去 插房卡 好聰明 好聰明 我們剛才上訪 放下了戰利品 所以今天我們吃午飯的地方 就是這個 桃園春曉 這個地方 也是酒店範圍的 不過就好像高檔一點 這裡 有些海鮮的 肝 第一道菜式 就是這個 蘑菇包 真的是包 但是它就 做得像蘑菇一樣 蘑菇包 吃下去才知道原來是流沙包 這個蘑菇包 很有趣 這是蘑菇包 咕嚕肉 五花腩 第一道菜就是 雜菜魚湯 第三道菜就是 雜菜魚湯 第四道菜就是 這個 紅油炒手 加上醬 很好吃 第五道菜就是 這個 山楂淮山 山楂淮山 每道菜都很有心事 這個就是山楂淮山 第六道菜 就是這個 山楂淮山菜 煮 第六道菜式就是 這個 山楂淮山菜 煮 都是 山菜 不過是很嫩的 山菜 又嫩的 山菜 這是 蒸土加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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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上齊 非常豐富 用荷葉包住 因為有荷葉香味 在附近 加些芫荽 釣味 每一個位置都 拆骨 拆得很細 七道菜都很精緻 南瓜生味 很精緻 很精緻 好吃嗎 好了 我們吃了飽飯 現在就 最後啦 最後啦 今早 還未開的場館 酒店設施 包括文聳屋 奔奔跳跳蛋床 等等等等的設施 還有一個泳池 我們先進入水 這個位置 是出發台 出演完之後 就可以坐車去 哥爾夫球場 很多車 放在這裏 下午 原來這麼多人來 打歌符 來到這個機動遊戲 場館 都是酒店範圍 有這支 Hockey畫 有這支 慢點慢點 轉撞 撞撞撞撞撞撞 撞撞撞撞 3D照相管 蛤 被鳥魚吃了 青青 蛤 紅貓魚吃了你 3D照相 有這些效果出來的 明星熊代林也來過 進到了 要奔跳樂園好嗎? 好 好 跑跑跑跑 這裡就是Jump and Fun Land 奔跳樂園 超大間的跳彈床 進去吧 晨晨 好開心嗎? 沒有 我覺得這個場館才是重點 整個酒店最值得小朋友期待 最值得玩的場館 你看這裡很大間 很多的城網 有些爬上 還可以去到跳彈床 整個場館大到有排行 小朋友很喜歡 已經上去玩了 玩了 車態 哇 爸爸鑽不到進去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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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出不來 然後可以跳進去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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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進去 進去 進去 前面像猴子,跳上去 先看看前景爬上來 上來吧,前景 下到你了,跟著爸爸,上這個大陀螺 上來,上來 上來,爬上來,爬上來 上來,上來 進去 過邊跳彈床 過旁邊跳彈床好嗎 超大的跳彈床的場館 在這裡 跳 跳過旁邊 跳下去 跳下去 跳下來 爬上去 躺下了 準備,躺下去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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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玩完這個 奔跳樂園 走走走走走 這就是酒店室外的游泳池 有很多BB的 沖氣設施 這裡就是酒店泳池的 室外泳池 有很多沖氣玩具都放在這裡 旁邊有些 躺曬太陽的竹籃 好好好 哎呀,大鴨 給你大鴨 準備 1,2,3 不行,你不要來 腳放在後面 對,放在後面 1,2,3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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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的鴨 來,來 來,來 來 前鷹豬 找到你的鴨 抓緊這兩邊 麻麻豬推你動 往鏡頭 往鏡頭 推你出去 這條是什麼 中鴨 菠蘿 鴨 跳鮮 鴨 鴨 鴨 西瓜 牛油果 大艇 小艇 都可以租用到下面玩的 另外這裡也會有一個 BB池 這裡有些波波池 這裡的位置 這裡還有一個兒童遊樂場 兒童稀水池 水深0.3米 好,請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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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這裡 這樣嗎 進去看看 進去看看 進去 梳化那隻不能摸 梳化那隻不能摸 其他BB也不能摸 這隻不能摸 這隻不能摸 這隻牠不開心 不開心 其他都不能摸 你過來坐下 你看牠的貓 多可愛 這隻貓都出來了 你看牠的貓出來了 嘩 自己會走過來的 那隻貓 你過來摸一下 牠自己會走過來的 不知是否訓練過 有陌生人 牠自己會走過來 我帶你過來 我帶你過來 好好好 可不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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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命的 不可命的 有隻貓BB 再來呢 如水堤 我好像大隻 不可命的 別客氣 這裡就是民寵屋 很多貓貓 超乖的 全部都是經過挑選 文靜的貓 有些座位可以跟貓貓一起玩遊戲 玩這條帶 走了 再見 好了 我們玩了大半天 終於玩了 酒店大部分的設施 又沒有貓 奔跳樂園 耳童遊樂場 很多東西都玩過了 現在大半天了 都回到房間 整頓一下 洗澡 然後準備check out 今天就完結了這一天了 你再來玩嗎 為什麼 因為好好玩 好玩 不捨得走 你自己去玩嗎 好了 今次真的check out 兩天一夜的行程 今天就去到尾聲了 現在我們就 駕駛的車 回到香港了 回到香港 今趟這個行程都挺好玩 尤其是 很多小朋友的玩意 大人都有大人的玩意 不過我們今天 主要都是為了小朋友 放暑假來玩遊戲 多的 他都玩完之後很開心 經常問我什麼時候再來 對小朋友來說很難忘 一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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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影片就給大家了解一下 東莞 觀南無界酒店 這裡有什麼玩的設施 有什麼適合小朋友玩的東西 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好 終於要回香港了 小朋友呢 超不捨得的 真的很難得來到這個地方 超大的地方 是給小朋友玩 還有 房間有兒童遊樂場 總之去到哪裡玩到哪裡 都不捨得走 現在大大都要回香港了